台南文創商品街 販賣機前四五十位民眾 大排長龍 看到老闆來捕獲 露出興奮表情 雙百罐小鮮肉辣妹造型奶茶 10分鐘迅速賣光 好賣喔 還有另一款優格奶茶 同樣創出好名氣 按鈕上秀出紅字瘦丸 民眾好懊惱 更虐人的還有這一位 韓劉報道 半夜三點低溫只剩各位數 民眾包得跟粽子一樣 就是為了品嘗農村香壽奶茶 這股飲料季風潮 也從台南催到高雄 儘管是上班時間 但是可以看到民眾 依舊是大排長龍 為的就是我手上 有這罐英式奶茶 鮮絕江商圈 英國電話廳造型販賣機 想一嘗英式奶茶 好滋味排就對了 感覺滿濃郁的 然後喝起來 就是口感還不錯 喝起來的話 抹茶味特別濃郁 逃避式飲料南台灣爆紅 就是靠限點限時限量 飢餓行銷 靠網路分享造成話題 但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 賣完就沒有了 販賣機不是隨便擺就能賺錢 除了低點好 成本低更是關鍵 飲料店人力需要5到10個人 資金準備個100萬 販賣機兩個人資金更低 只要20萬是創業首選 最快一個月就能回本 因為想說省了那個人是電租 我們就把利潤回饋給消費者這樣子 台灣手搖飲料店品牌多競爭激烈 聰明所創族利用販賣機 在飲料市場殺出血路荷包賺滿賣 記者劉一齊 吳國珍 王書宏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